我先来说明 好那现在呢 我们先到电子数的6.8 好这边 它这个程式码 跟上一次我们也有 应该说在第四个单元的时候 我们也有就是 有做过 不过我在想 在那个 这一个程式码呢 我是想要跟那个 要在我的这部分的演练呢 要做一个 比较给各位看看 这个是在 第五个单元 GGプラット2的这个程式码 它画出来的就是 一个小提琴图跟 相形图的混合 然后是根据 这个65岁以下的人 做分组 好那在 我想要带大家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第四单元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已经有看过了 类似一样的程式码 但是 这个程式码 大家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里写的 基本上是 是一致的啦 好那你们 那现在我要 我要请大家看 大家做一件事情 你们可以把这个 as fact 给拿 给就是拿掉 然后来执行看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好 好有没有看到 跟刚刚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好 如果是可以倒带 等一下 我觉得 我就把它 我先倒回去上 上一个 然后 我看看 把它给 就是 是 show a new window 好 然后 这个 我们先截图下来 所以 我先做一个截图 因为这个是要留一下证据 让大家来做个比较 好 这是我们现在按照 现在就是按照那个电子书的程式嘛 做的 所画出来的这个 箱形图跟小提琴图的混合版 哎 这个截的好像不是很好 我还是存起来好了 对 那顺便 这里刚刚好 可以 可以教一下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图 它其实是可以把它给 给 就是说 做 如果你是单纯 去做 去画一个图的话 这个图可以单独的存一个图档 好 那 R 在R里面 可以存图档的方式 有很多种 那比较 推荐的是 在程式码中 加一个 可以存档的函式 不过 这个可能对目前到 很多同学可能 还有 还有点太前面 我这边先不做示范 那 我在这边比较 先做一个比较是 比较是 比较不建议 但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可以做得到的 好 就是说 你们可以 在 它的一个 在它的这个 视窗里面 如果 你是单独的 去执行 在 在 Consol里面 执行这个程式码 它会 汇出 到这个 R Studio的 这个 Viewer的 这个 Plus 这个视窗 在这个视窗里面 你就可以做这个存档的动作 这个是 是比较 目前 如果说大家还 还比较不大 比较不大会写 写那个程式码 做这个什么存档 或者是贿赂档案的动作的话 你现在可以 可以 可以 就是属于是 大家比较都可以做得到的方式 好 那我先在这边先做一个存档 叫做这个 这个 S Fact 等一下我再说 我再说明我为什么要存这个档 存这个档案来做比较 好 现在是 已经把这个图 给存档在这了 好 然后刚刚我有邀请同学 做一个 小小的试验 把这个X里面 后面不是 他把InCount这个变相 用那个SFact 这个变数把它给包起来嘛 对不对 那我们再做一次看看 用 就是把SFact拿掉 再给他做一次看看 那个档案图在刚才才出来 好 好 我们跟刚刚存档的图 做一个比较 哎呦 我这是为什么要存档的原因 好 你们有没有看到 有那个 如果把SFact给拿掉 它的X轴就没有显示 这一些文字出来了 那这些文字其实是告诉我 我们它是 InCount 它是有分成 就是说在 Average 跟那个 跟 就是在 就是分成说平均之上 在平均之间 跟 平均之下 这三组 好 那 那么 你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拿 它反而是拿掉之后 就没有这些资讯 那 那么 前面 后面呢 它其实 你们可以注意到 它后面这个 它后面这个 倒数量这个 跟X轴有关的这个函数 还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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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函式 这个就是设定 这个X轴 有什么样的 一个 就是 有什么样的 的一些 分组之间的命名 好 这个之后会再谈到 但是现在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用这个示范来告诉大家 你在这个一个整个统计绘图上面 的一些构成上面 你的资讯 如果说 你没有这个分组的资讯 你自己很难去判断说 或者说告诉别人说 这三组之间到底有什么的差别 好像这个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三组是代 是代表什么样的 意思 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 回 再回头来看 看这个 之前 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 怎么算那个平均数 跟中位数 对不对 呃 先不好意思 我这边有点事 喂 喂 怎么 我可以给你拿一个钥匙 怎么样 借一下 我东西在里面 对 你那个十二点后再拿关 给你 有再上课 十二点之后 对 好 不好意思 那个刚刚有人来找我 那个就是 现在我们看一下 现在他这个分组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里面的图 是不是都有 这个相形图 他的这个竖线 他的每一条横 每一条横线 都是对应着这个旁边的这个 那个忧郁症的分数 对不对 好 那前面我们 前面的演练 我们已经知道 怎么说 去分组 去计算那个 呃 就是中位数 跟平均数了嘛 好 那这边 我们 我现在要再 加一点料 因为在 电子书的这里 在电子书里面 他是提 他是有提 有 有就是 问说 呃 在这里 他的问题 是说 哪一些 分组 是比 嗯 嗯 就是说 是哪些组 他这边的问题 比较简单一些 好 就是说是 哪些分组 是 是比那个 快乐感的平均值高 哪一些是比 快乐感的平均值低 这样子 好 那 呃 但是在这里 我是想就是 借此来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下 他这里面的 箱形图的 竖 竖线 所分别代表的 意思是什么 好 那 我们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知道 要怎么去算了 那所以 呃 我这边就再加一个 age 65 呃 x 好 那他呢 呃 前面 我们有做过那个分组了 应该是 好 就 happy date 我们不是有前面的练习集 有做一个 有做一个 好 就是在这边 有做一个 每一个的分组 好 那我们这边呢 在根据 就是说 隐抗 好 这里的话就是根据隐抗 来去做分 就是根据收 根据说收入 来去做分组 好 然后在这里我们同样 呃 保持一下 就是说根据 那个 像这个图档里 里面的 诶 等一下 好 对不起 他不需要这样做 好 就是我们先做一个根据 好 这个 收入 来去做分组的 这个资料集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 呃 计算 呃 他的 就是 分 就是 分 就是 分 就是分组的 这个 中位数 哦 分组的中位数 也就是说 是根据的就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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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 分组 happiness的 depression的中位数 只是 这一次 就变成是 根据这个 呃 收入的分组 Income MediumScore 那 就是这边 啊 这个CESD Total 好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 现在这个Data MediumGroup 他列出的分组 好 你有看到是分别 这个 Income 就是 他分别 这个 1 2 3 就对应的就是这个 平均之上 平均 然后再平均 那么 那么他这个 中位数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 第一组就是平均之下的 他的中位数就是 相形图里面的 最初的这一条线 他对应的就是 嗯 对这个12的线 好 然后再 一组再是10 跟是9 好 所以 这里的话呢 比较 他的 一个 他的这个 他这个 呃 说可以直接从我会 我画出来的图 好 去看到 支 去看到说 呃 是哪一 是哪 是哪 是哪一些收 是哪一个收入的分组 有那个 有最 有最高的支 之外 我也可以直接用前面的那些描述统统统计的方法去得到比较精确的数 去比较的去得到比较精确的这个数值 好 那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做一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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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比较 那在前面的题 题目 我们可以知道说 就是说 blow 在收 在收入 嗯 哎 这个是happiness 好 那在这边 把这边的话就是说把它 我们把它改成这个 happiness 他这边是改成是这个 呃 他这边有一个前面 我刚刚我要更正一下 他前面那个是用那个忧郁症量表 做那个 忧郁症量表分数 那现在 happiness 他现在就是把那个y改成ahitotal 他在画出来的就变成是那个happiness 就是happiness的三个收收三个不同收入的分组 hey 在这个快乐感上面的不 的不也 那刚刚我们知道 这个中位数就是指这个 箱形图的这条线就是指的是 最初的就是指的是中位数 所以 以 从这个图 来看 大家应该 这个 这不是抢 抢抢抢 这个 就是说 是哪一个分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好像是不是这个平均跟这个平均之上的 是很接近 好像是不是应该好像看起来是平均之上的高一点点 好 那但有的时候 如果说你的图的解析度不够大 那就是可以建议使用这个 呃 直接你呃 你们可以就是可以再搭再去搭配 呃这个 呃 呃 summarize的韩式 我们直接做一次描述统计看看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好 我们就看到真的是第三组 好 就是这个平均之上的高一点点 但从图形上是大致 呃 大致可以就是猜得出是 呃 是 看得出是 呃 是平均之上的 那平均之下的当然毫无疑 好 是 是没有 是没有 没有什么疑 没有什么疑问嘛 好那 这边呢 比较有 有有意思的就是 他这最后这个是问到底有几个是极端极 好到底有几个是极极端极 那这个就是关系到这个箱形图的范围 你们看到箱形图的这个范围 他如果超过了这个延伸出这个箱子之外的线 就分别就分别就是对应到到说呃就是分别是属于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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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把它变成用一个点去做那个表 然后把它放大一点 大家如果有有有有有做出来的话也可以把它给放大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箱这个在箱形图之之外的这些都是那个都是所谓的极端极 好那我们也看到极极极端极是不是分别呃这个平均之上的有一个极端极是在这个很下面的地方 在平均之内的上下各有两个那在Below Average这一组的在只有在在在在一个极端极在上面 好所以他这个资料极端极算是总共是六个好就是这三组的各加起来好至于说这个极端极怎么做判断好这个就我想就等到那个下一个 等到下一个单元再跟各位做介绍但是我是可以提示跟大家说呃你都可以用Summerize之中有一些韩有很多的韩式你可以去把这个箱形图还有这个就是这个箱这个箱形图跟小提琴图上的每一个图 图形的特徵都给他树极化 都给他树极化 好了解喔 这个这个是这个是不过今天我只是要先带大家先稍微看一下 这些箱形图它这些视觉化的图形它背后有什么